所以这个躯壳能够健康 能够长寿 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东西 就是你必须会喘这口气 你呼吸是一个很重要的 这一个方法和手段 你不懂得呼吸这口气 或者是呼吸不够给力 你的命就不长久 然后你的身体就不会健康 所以喘这口气的目的是什么 获得更多的氧气 我们人像人体功能有两个大系统 一个是呼吸系统 一个是消化系统 所以这个呼吸系统比消化系统更重要 为什么 我们消化系统里面 吃喝进去的东西 非得经过活性氧的转化 才能变成能量 这个氧可以燃烧 可以自燃 燃烧的燃 自然自己燃烧 那就好像是 你这个要蒸馒头 你必须要有火 你没有这个火 然后这个馒头就蒸不熟 是锅底下加了水了 但是没有火把水变成水蒸气 然后这个馒头是蒸不熟的 同样的我们人体中 你吃的喝的东西进去人体 是不是就能转化成能量 不是 它非得要氧来配合 氧气来配合 活性氧配合 然后才能转化能量 有的人一天吃很多东西 还是感觉饿 还是浑身没有劲 那是什么原因 你吃进东西 就边吃边拿了 没有被消化 没有转化成能量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呼吸系统 这个比我们的消化系统更重要 我们人可以七天不吃饭 你还可以活着 尤其你们会避古的 21天 甚至49天 甚至108天 甚至几年 你不吃东西都可以活着 但是只要人不呼吸 大概最长五分钟 人就死了 人就死了 所以是 因为呼吸系统不花钱 吃东西你要花钱 所以是 你反倒重视 吃什么喝什么 你不重视 喘着口气 所以这是什么 人的颠倒 这个不花钱的 不值钱 空气 空气 白给你洗的 不要去管它 那个 整天要给自己的胃里面 填什么东西 喝什么东西 反倒重视这个 古代圣贤 不是这样 他们经常提倡 提倡这个空腹 比方说佛教里面 它叫日中一时 就是早晨不吃东西 晚上不吃东西 中午12点之前吃 为什么12点之前吃 太阳 这个日 日当中 整个太阳在头顶上 这个是火最 最盛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体内又有充分的氧 然后有火 有氧 燃烧 然后吃进东西 很快就消化了 就转化成能量 这个能量够一天用的 晚上不吃 早晨不吃 第二天中午再吃一顿 这是科学的 那么今天 我们早晨 起来不吃东西 中午大吃 晚上吃两餐 下边吃一餐 睡觉前还在不停地 往嘴里塞东西 塞得肚子满满的 不消化 为什么 晚上 每日 只有月 月寒 日热 不消化 集在里面 这个白天呢 阳光明媚的时候 这个植物 吸收 这个二氧化碳 放出氧气 空气中的氧含量 特别的大 晚上呢 这个植物 反倒吸氧 放出二氧化碳 所以是你晚上 大量的吃东西 就是不容消化 反倒生寒失 生病 所以是 我们今天的人类 为什么我一直强调 是堕落的一群人 是 失去了智慧的一群人 古人 为什么日中 一时 其他时间不吃 现在晚上反倒 大吃 大喝 因为晚上你有时间 所以是 吃了一身病 为什么 没有 里面缺氧 到晚上 空气里面 氧气含量 急剧下降 这个植物都吸氧 拖二氧化碳器出来 这就是我们今天 这个大部分人不健康的原因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红阳阵法 广结善缘 功德 无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